带地通行权是一个蛮好的投资标的 他专门去买这个地 这种没有路的地都很便宜 大家都嘛想说 我来临大马路 那临大马路的话 我的这个土地的价格就会涨很多 他就会告诉 确认我对乙的这个土地 有带地通行权 白映说 你想走这里 带地通行权并不是给你方便 是给你有路走 对乙的土地 损害人家太大 所以我不认同 这是损害最小的部分 所以法官就会把你驳回 你败诉了以后 你对丙就要重告 就在告丙 说我可以走你的路 那个丙说 你都已经告别人告输了 你怎么来走 我告的是以没有告到你 所以你还是要让我告 一定就很生气说 你家士林所有邻居都被你告光了 告带地通行权的告法 有中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来上的就是所谓的带地 或是我们称作礼地通行权 带地通行权 我们在实际上讲带地通行权 这个带地通行权其实是可以赚到钱的部分 现在大家想要赚钱 那各位我们就常常会发生这样子 各位带地通行权是一个蛮好的投资标的 蛮好的投资标的 所以就有人他专门就是去买这个 买这个 这个是路 前面这个是别人的 是乙的 那他就去买这个地 这种没有路的地都很便宜 没有路的地都很便宜 都没有人要买 而且要卖人家也不要 但是像我们有念过法律的在民法787条的时候 他就会说 你这个土地不能让你没有路 所以你可以去申请 像法院来申请说 我要从你乙的土地上过这个路 然后跟公路连接 跟公路连接 这种情形的时候 我们就来跟乙说 我要清过你的土地 我可以付你土地的补偿金或租金 请你这个路让我走 所以各位可以跟乙就成协议 那你也当然也可以申请去公所调解等等 那通常我们就会利用这个协议 那各位如果协议不成的话 那就是到法院来起诉请求法院 判一条这个马路给你走 那各位这有可能是建地 也可能是农地 那这个情形的话反正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的地是里地的话 你应该要开一条路给我走 所以这个情形我们到法院来的 那你想这个以前如果你买的话 这个土地是算分的 一分地多少几十万几百万 那如果你告了以后 这个路可以通了 你交通就方便了 所以就是算平的 一平就多少钱 所以就有很多的人 他就会去买这个 这个里地 这个代地 然后来告 我们有代地什么 通行权 这个乙就可能说 哎呀我不愿意啊等等 可是各位呢 法院针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法律就有规定说 这样子如果你是代地的人 可以去告代地通行权 第二我们如果像刚刚那种例子 那我在这个公路上 那我呢 可不可以从人家的中间 就给他说 哎呀报告法官啊 我要从他家的土地通过 法官说 那你要先证明你是代地 是里地 没有公路可以通 是啊图钓出来 这里要先钓的叫地极图 地极图钓出来的时候 那还有钓我们Google啦 附近的这个现况图 把这个道路呢 跟这个土地的关系 把它厘清 哦厘清下来的话 确实呢 他没有路可以通 所以这个情形的时候呢 我们就说 哎呀确实你是代地 需要通行别人的土地呢 跟公路连接 那各位如果说 他只有单一的公路 那我就说 哎呀我要从他家里中间通过 各位我想这种事情呢 你呢一定会被骂 你说你把我家从中间剖过去 那我家的土地就变成两边了 你礼貌吗 所以这个绝对法官不会答应 所以呢各位 法律上也不是规定 你可以这个样子 你要通过别人的土地 人家是有所有权的呢 你怎么可以说 从中间有家剖过去 所以人家是不得已要让你过 所以各位第二个 在请求带地通行权的话 有一个原则 要请求带地通行权的话 法院呢 要判带地通行权 要选择损害林地最小的 损害林地最小的 这个原则 那各位这种情形的时候 哎呀你一定是走最旁边 走最旁边 那么呢 走最旁边 然后损害它最小 让它的土地还是可以完整 那当然这个你给人家走的话呢 你要付人家的长金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那损害最小的原则 是这个原则 那各位呢 有时候会发生说 哎呀我让你走 可是这里有高低落差 有博侃 哎呀除非是像这种情形 法官才会调整说 那不然就 开辟的 的那个钱太多了 来走 这一边比较平坦 所以这个要符合比例原则 符合比例原则 所以各位呢 要选择侵害最小的原则 就是我们在决定 带地通行权的时候 要选择损害最小的 好 所以我们在告人家呢 有带地通行的话 要选择损害最小原则 第三个 我们在告带地通行权的时候呢 要去注意的就是说 绝对不是 让你带地方便 那各位呢 假设这里呢 还有一条小的路 那这里呢 是20米的大马路 那各位这里只有6米 或是只有4米的路 那像这种情形的时候 甲地 乙地 那各位呢 大家那么想说呢 我来临大马路 一定是这样吧 那临大马路的话 我的这个土地的价格 就会涨很多 那如果说 我后面有这个路可以走 那各位呢 这个路可以走 那这个情形的时候 你一定要给人家走大马路 来增加你土地的价值 但是呢 法官如果去看说 你后面有这个路 只要经过丙这个地 少少的地 你就可以跟这个路走 你这个路比较小 或是说绕得比较远 但是呢 在他侵害丙的部分比较小 侵害丙的部分比较小 那侵害乙的部分比较大 那我们呢 很多人都是有私心的 那一告呢 一定就是去告那个乙 因为乙呢 临大马路 那我通过乙的土地呢 土地我一定上涨啊 再怎么笨我也是这样子 可是各位呢 这一种是调整相邻关系 不是在满足你的利益的最大化 因为你的利益最大化 可能造成别人的受损 所以在这种情形的底下呢 我们有很多人他去告 他就会告说呢 确认我对乙的这个土地 有代地什么 通行权 你告的时候 法官就问你说 哎呀 你一定要走乙的土地吗 他说对啊 我就想走这里 法院说 你想走这里 并不是我就一定要给你走这里 你为什么不走这个丙 他虽然路比较小 但是你只要用到丙的土地 可能损失个三五平 那这边他要损失十几平呢 那你为什么不走那个丙的那个部分啊 他说那个不方便啊 那个车子不好走啊 对不对 而且还绕得比较远啊 所以呢 对我来讲是不方便 那么法官会讲说 这个代地通行权 是给你有路走 并不是给你方便 你一定要走这里 我就认为说 对乙的损害比较大 对丙的损害比较小 所以法官认为说 你应该走丙 他说不要啦 我就是要走乙 那各位这个时候 你就跟法官 鸡同什么压奖 那请问各位 鸡同压奖的结果 是谁会输 鸡蛋跟石头两个人讲话 当然是你会输啊 就是鸡蛋会输啊 所以各位 这个情形的话 法官说 好了好了 我尊重你 你既然这么坚持 那我也不能改变你 而且你告的是 确认你对乙 但是我认为说 你对乙的土地 损害人家太大 所以我不认同 这是损害最小的部分 所以法官就会把你驳回 那一审二审三审驳回 如果确定的话 那你就是确定 你不能走乙的路 那这个时候 你败输了以后 你对丙呢 就要重告 重新再告 说哎呀 我不能走乙啊 所以我就来告丙 说哎呀 我可以走你的路 那个丙说 你都已经告别人 告乙了 你怎么来走 我说哎呀 我告的是乙 没有告到你啊 所以呢 你还是要让我告啊 这个丙呢 你就很生气说 你家四邻 所有邻居都被你告光了 所以各位呢 如果是这个样子 我们没有把握的时候 我们在告的时候呢 也可以这样告 因为这个有技术的 没有经过很好训练的人呢 就是说你没有律师资格 你去法院告的话 经常 你那个数字声明就写不好 你的诉求就有问题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 虽然你已经拥有了律师资格 但是你如果没有很认真的 去学习的时候 也可能 不会告 这个告法有两种 一种就是告确认 那如果确认 法官不认同 你就会败诉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 我只要有路就好 不管走上北侧南侧 东侧西侧 请法官呢 判给我一条路走 那各位 那就是告行程之术 像这种在告的时候 你就把四方的邻居 可能跟路有相关的人 全部告进去 然后跟法官诉求说 请给我一条路就好 所以这个叫做行程之术 那法官就要选择一条 损害最小的路 来判给你 那当然如果说 你认为说法官判的那一条路 并不是损害最小 而且也对你来讲也不是那个 你当然是可以上诉 不过这个部分 到底是不是损害最小 那个就是法官来认定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告带地通行前的告法 有两种 一种就是告确认 有指定范围 指定方式的 另外一种是行程之术 对对他好高兴啊 就找律师来告带地通行权 法官呢 判他说 你这个土地确实没有零公路 而且被这小小的这个麒麟地围着 所以他就判给他带地通行权 各位判给他了 现在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因为他这个地离马路很近啊 所以法官说判给他两米 就可以通马路了啊 他去公务局要申请建造 各位不能申请啊 要三米以上才能申请啊 这个地临马路夺森 因为有消防的问题 所以要 三米 这个就是路的一个重要的东西 赶快上诉 高等法院说 至少要给我 你啊 我才能够盖房子啊 结果高等法院说 对不起 带地通行权 只给你通行 并不是要让你盖房子的 哇 各位 这个问题 啊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